欢迎元宵节 基隆市政府将从2月1号起 发放拿着红包造型的兔年小提灯给全市的公立幼儿园小朋友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也和幼儿园小朋友温馨互动 透过这款浮吐影响的小提灯 让亲子一起DIY快乐过元宵 那因为因应我们的元宵节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特别请了这么多可爱的小贵宾 来到我们府里面跟我们一起欢度元宵节 那我们今年也准备了3080个灯笼 提供给我们公立幼稚园所有的小朋友们 那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目前我们的规划是这样 看到小朋友来市政府是小爱爸爸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这些小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 然后跟我们一起欢度元宵节 那也祝所有的市民朋友元宵节快乐 哇 来 这个是小爱爸爸灯笼 因为小爱爸爸也是兔子 那谢谢 您叫什么名字 周夜 周夜哦 好可爱哦 一 二 三 年香节快乐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与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官销处长郭继 副处长林文荣 科长蔡慧婷 以及教育处新任处长刘美兰 和过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起拍照 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副市长邱佩玲也来到现场 和可爱活泼的孩子们打招呼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说 透过兔年小提灯 让孩子们感受传统元宵节的提灯气氛 也祝福所有的孩子们都平安健康的成长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